國際消息 我們要來看中國國家主席 十近平 找到開始出風 歐洲三個國家 初一陣是去法國巴雷 這是十近平 經過五年時間 還有一次出風歐洲 以後還會去訪問 散熱威娥和鄉下禮 希望這次去 能讓中國跟歐洲的關係改善 經過五年 還有一次去訪問 歐洲 十近平去到巴雷 後來既定的時候 是法國總理阿塔爾去接機 今年是中國跟法國建高六十七年 習近平希望透過這次去出風 泡泡後米會連合體制 原來後面在電動車 反對保抵的政策 也還有經過緊張的關係 習近平在法國民體的表現 希望歐洲可以早日合併穩定 而且中國也願意 跟包括法國在來的國際社會 作為找到改革危機 合理的方向 不過控制的聲音也是不少 有些中的人數在在習近平 中車隊會經過的天橋 拿保住了 要求中國不可以侵犯人款 也許可抵鳴